自去年12月中起,美国先后开始两种mRNA新冠疫苗接种,希望靠疫苗接种和自然感染达到群体免疫。 日前公布了近2200万人疫苗接种安全性数据,CDC称这是史上最全面的疫苗监测计划。 报告里主要提到了打疫苗后的副作用,VSAFE小程序收集了接种疫苗后的症状反应, 包括疼痛占71%,疲倦33%,头疼29%,肌肉酸疼23%,发冷12%,发热11%,肿胀11%,关节疼10%,恶心1%。 但报告解释,在临床试验中,那些打了饮水安慰剂的对照组织验者也同样出现了以上种种症状。 此外,报告还透露了打过COVID-19疫苗后的死亡数据,显示出现196人死亡,年龄中位数是79岁。 报告中,接种COVID-19疫苗后出现过敏的情形,比起一开始报道的每百万人中11例有所下降。 辉瑞疫苗每百万人接种者中有5例过敏,莫德纳疫苗每百万人接种者中有2.8例过敏, 但并非意味着莫德纳疫苗比辉瑞疫苗更安全。 被认为莫德纳疫苗晚于辉瑞疫苗推出,或因此严重过敏人数更少些。 根据CDC的数据,所有接种COVID-19疫苗产生过敏反应的人都得到了成功的抑制, 在接种疫苗的首批2200万人中,并没有出现其他严重问题。 初步评估表明,许多COVID-19患者的病例报告, 还记录其他多种合并症和与年龄相关的常见疾病, 例如心脏病、二型糖尿病和痴呆症等病史。 也有专家认为,尽管COVID-19疫苗的功效出现成效, 但变异株的侵入又增强了感染性, 最终COVID-19疫苗的效果要在3月底左右才能知晓。 CDC建议,有关怀孕和哺乳妇女的疫苗接种数据不多, 可自行决定是否接种, 但预计孕妇和非孕妇出现的副作用不会不同。 中天中望整理报道。